哦呦我们现在车胎右后轮没气了 这下麻烦了呀 这太麻烦了 本来今天可以稍微走道一点点 哎呦耽搁了 有点懵 三角指示牌我们已经立好了 但是千斤顶不知道往哪顶 现在得查一下千斤顶到底往哪顶 然后才能把这个车顶起来再换胎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要顶的位置 现在准备来顶千斤顶 来把车顶起来 千斤顶我们已经顶起来了 现在把这个要拧着 把轮胎卸下来 我们最后选择了用堡胎液来堡胎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我们现在呢已经把堡胎液灌进去了 现在正在打气 看一会儿这个气能不能打起来 而且打起来之后可不可以不漏气 现在等它打好 现在把气打完了 把这个千斤顶放下来试一下 开车走它可不可以不漏气 刚才这个胎补好之后 在路上又跑了四分钟吧 现在这个车胎呢 它是刚才跑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以及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气压 也是正常的 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还出问题 希望这一次我们就补好了 哈哈我们的轮胎又不行了 又一次出现了问题 现在是在快进城区了 但是就在进城区之前 我们的轮胎又出问题了 我们现在在襄阳的边缘 从这个车买的到现在 这轮胎一共出了 这是第四次问题了 右后轮刚刚我们补过一次 自己用补胎也补了一次 走了有100公里吧 现在这个轮胎又不行了 所以从我们到手到现在 四个轮胎三个都有问题 然后现在真的有点郁闷 我们已经确定了 是车胎那块漏气 现在准备用补胎液 看倒上去有用吗 因为我们只需要乘6公里 到市区就可以了 操纷 可以 在飞 了 从不根 出现 一费